虽然他们在政治观点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作为在美国的亚裔来讲 他们其实都希望能够被接受,被认可是美国人 大家好,我是陈怡,我是一名纪录片导演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的纪录片,First Vote 我拍First Vote是从2016年大选之后 因为2016年大选有三分之一的华裔选民 是第一次投票,因为我自己也是2003年移民到美国 今年是我第一次投票,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纪录片 能对华裔参与美国民主过程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2020年有1100万亚裔注册的选民 在很多摇摆州跟摇摆区,亚裔选民已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在2017年刚刚开始筹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希望找到的人物,第一就是他们2016年有第一次投票的这个经历 然后第二就是他们是居住在摇摆州 第三是我希望能找到支持民主党跟支持共和党的人物两边都有 因为其实亚裔华裔选民是非常多样化的 所以这四个人物的话 郭怡广他是在美国出生长大,但是他在北京生活了20年 他2016年从北京搬回美国 他特地选了一个摇摆州,就是北卡州 因为他觉得在摇摆州,他的移票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傅江秀是从中国到美国的移民 美美国再次投票 他2016年参与了北卡第四选区国会议员的竞选 取得了共和党的初选的胜利 陈丽姐也是从中国到美国的移民 我们入了集就位投票 我之前没有想过说 他们在中国出生长大的这个经历 会对他们到美国来之后成为公民 包括第一次投票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在拍这个片子刚开始的时候 共和党跟民主党支持者两边 他们的分歧非常大 但是我在剪辑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虽然他们在政治观点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在美国的亚裔来讲 他们其实都希望能够被接受被认可是美国人 所有亚裔美国人所面对的共同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归属感 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吧 包括这个大选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大选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的电影今年在发行 希望能够鼓励亚裔的选民 今年能够去积极地投票 更加积极地参与民主的过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